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真是能够把当年卖猪仔出羊去做苦工的人的心思表现得很深刻、很自然、很实在 我爷爷就是当年无千无万的华公中间的一个 在乡下找不到性就自己将自己卖去南洋 怎样卖呢?很简单的 当时有很多地方都有介绍出国做华公的机构 这些机构的名称当然是五花八门 但是广府人就聪明 一言以蔽之就叫他们做猪仔馆 什么介绍都是假 卖猪仔才是真 猪仔馆的伙计很努力 到处都唱声 说去到美洲、澳洲 就好像满地都有金汁 那时候好像我爷爷那样的乡下仔 哪里知道什么人间险恶 乱惊地去签个名字 卖了自己 卖了猪仔就要飘洋过海了 飘洋过海当然要搭船 那些卖华公的机构要赚大钱 便自然要想宿素 要成本折约 那才能使得个荷包涨 那你猜他们 会当这帮人是人吗 有这么多就向船里面塞这么多 那你卖了自己给他们 他们怎么租你都可以 有些时候 张三那只什么什么介绍所的船 装不满一船人 李四那只同样装不满 那怎样呢 那时候正式的卖猪仔演出就开始了 张三和李四字字字贫贫 就谈好价钱 就将张三那些船人 就赶到李四那边 或者是相反 将李四那边的人 就赶到张三那边 那说到这里 我相信电视机前 一定有朋友会大叫一声 是呀 我都被人买个猪仔啊 那先看看这段短剧 先去佛山资酒 佛山资酒 有啊有啊 佛山资酒 好钱啊 610元而已 你在罗湖晚都85元 佛山资酒 快点快点 多便宜啊 上去610元 60元挺划算的 那过得去吧 那做位也够稍微 搞到那上佛山资酒 喂 还有610元 看到吗 但我们去佛山啊 是这样的啦 这部车不会去佛山的 你这部车不会去佛山的 你去佛山怎么捐车的啦 下车啦 可以啦 差人便宜 哎呀 今天真的被人买猪仔了 这位乘客就说得对 直接就是被人当猪仔卖 和旧时的华工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个在船上被人卖 一个在车上被人卖 那关于买猪仔呢 我们不妨来小几下呢 买猪仔的幕 能够成功演出 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 化言巧语 哄人上他的船 或者他那辆车 第二呢 就是为了折弱成本 将人转到另一只船 或者另一辆车 而被人当猪仔卖的那些人 主要呢 是因为欠缺一些社会经验 那上个几次 就当学精点了 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卖的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会讲一个 和卖猪仔关系密切的词 《竹星仔》下期见 接下来播映的是 剧集《精武陈珍》 《竹星》下期见 词》